大家好,自从我们做了几个Mortal Beach去看房到买房的视频以后,说了很多大家的喜欢,谢谢 华人就喜欢买房子 有几个网友就问了我们很多问题 后来我觉得一个个单独回答就不太有效率 所以我们不如一起做一个视频来统一的回答一下大家的六个问题 你不是要退休吗?这么又要买房子了? 你知道他们叫我们地主什么吗?掏粪工 前者我数了一下,我已经换了12个马桶了 先disclaimer,我们不是专业的,也不是broker,也不是real estate agent 说句是谦虚的话,实际上比那些专家还专业 下面我们要谈的,就只是根据我们两个的亲身经历体验和知道的一些事情 所见所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白了就是我们道听途说来的 过后的时候呢,跟我们的agent也有一点对话 我剪辑了一下,就把一些主要情况放到那儿 第二点的还有就是你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真正退休了 那当然了,就是说大家恐怕也不会愿意搞房子这些事情了 除非你还想继续干这些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很多观众就像我们一样 就是现在还大概有一两年准备要退休之前 然后我相信我们的很多观众都有一定的一个银子了在手上攥着 不知道往哪儿弄你知道吧 所以就想以前来生钱 谢给我 所以他们就想着看着这个Mortal Beach再考虑一下是不是个好的投资房的地方 在他们退休之前几年要做了准备 那以后呢就希望能够比如说找一个好的管理公司帮他们管理 这不就是睡觉都能赚钱的,被动收入了吗 请问各位,你们到Mortal Beach来到底想自己住呢 还是去投资呢 这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想很多人可能是跟我当初的想法一样 就是说退休了以后到那儿去住 然后呢顺便如果能够有几个投资房 那不是我更合算吗 我能有点现金流啊,或者我希望它将来能涨 如果你远程管理不好管 就是说这地方又是我愿意住 又是我愿意投资的地方 不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这个投资房和这个和想自己想住的地方混在一块的话 考虑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投资的大忌 对了,实际上好多专业人士都说你一定要分开 我记得橘子姐就是专专教导 就是说搞清楚你现在想资助还是想投资 是主要的指标是很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投资吧 投资你干嘛去考虑气候是吧 总共有六个问题 我第一先说是南卡这州呢 他们在法律方面是对房东有利呢 还是对房客有利 当然是对房东有利了 因为是共和党的州 是红州 民主党的州更重视租客的权利 所以说像纽约加州这地方 实际上在那去投资房子 一个一大头增 就是怎么出了问题 怎么把这个租客赶出去 好多地方还限价还限租 红州尽管我不一定非常喜欢红州 但是从这个作为地主来讲 我觉得红州是一个是个优势 另外所以这个地方听我们的那个Mortal Beach这个agent是说呢 我们做了十几年了 如果你的房产经理抓得紧的话 从房客不付房租到法庭驱赶成功 大概至少得需要一个月左右 这个当然是相对的 取决于法庭排期的快慢 但是你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马里兰州 弄个三五个月是很正常的 我们以前也一个非常不好的租客 是吧 我就不愿意去打官司 因为时间太长 我私下就塞给这个租客一点钱 同时呢 我自己租了一辆大卡车帮他搬出去了 第二点就是说呢 这个agent fee的百分数是多少 通常比如5% 7% 咱们这个Mortal Beach是8%对吧 加州的朋友说 他们那通常只有5% 为什么Mortal Beach是8% 他5%好像也偏低了 我们以前加州以前也问过 他可能是他是跟那个有特殊的这个discount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能能降到5% 像Mortal Beach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因为相对的话 这个市场呢 华人的经济啊 华人的管理公司比较少 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美国那些公司 只有美国的agent量多 美国人可能收的也不低 美国人可能收的10%我听说 是吧 美国人的公司就像你说的 你认为他们最大的问题在哪 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不接电话 第二呢 回邮件 这个是我们是电话 反正我们是7天都服务 7天不是说24小时到晚睡觉 当然没办法接对吧 只要基本上我们早上7点都不能接 睡觉随到 对 睡觉随到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管理的比较严 对信用查的比较紧 那么呢 他们可能是500多分的信用 他们就接了 第三个问题 在南卡这个地方做Airbnb可行吗 我们当初去买房子 一开始实际上是就想去买短租房子 紧爱大海啊 这次我们来这个Model Beach 最初中 来看这两个房子吧 最差的地方也得三个米两个加州 降了一次 降成了四人 这是一个single family 离着海境的一个问题就怕不辣的 是吧 就怕被发洪水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架起来了 这也没有任何安全隐患了 底下 但是那块也没有 那个小房子是什么 电梯房 电梯 哦那是电梯啊 哦 ok 如果这个房子能够短租 你做Airbnb的话 这这么好的位置 Airbnb太火了 一我一天 结果买了一个长租房 最开始还想买个小房 最后又买了个二层楼 对对对对 一切一切都是变化中的 人家这个问题是说 就是赚不赚的意思 赚钱肯定也是赚的 但是有不同的说法 因为我和一些朋友也聊过 他们说实际上 短租房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赚钱 因为短租房一个 可能大家的算法不一样 其实你真正的要和 真正要正规的去经营短租房的话 你光交税就会交好大一块 因为它是按照这个 你要销售税 然后还有那个经营税 还有旅馆税 这些东西都要交的 如果你要自己去 你要自己去管理的话 可能赚头更大一点点 但是呢 但是搞得你很累 你可能就不会退休了 是吧 我给你几个例子 你要想退休 找别人去做 那又很迟到很大一块利润 咱们那Agent就说了 他其实那个说 做过一两年 这个短租的Airbnb 但是他说 这进进出出啊 就对房子损患特别厉害 最后他说他算下来 最后这个就是净收入 其实跟那长租的 就是差不多 稍微多 多一点 但是操心可多很多 不不 这个问题不是摩托比赛的问题 这个这是整个美国 其实全美国都是 对 我其实我去那个 拉斯维加斯 跟当地的这个Agent也聊过 Agent也给我 大提讲的是同样的 后来我们去 去亚特兰大 跟橘子 橘子妹 也聊过 是吧 他也是这么说 他说你短租 你很多问题要考虑进去 尤其是税 实际上主要是税 对所以然后通常我们计算的时候 可能都忘了 都忘了税了 而且保险 保险你这是商业保险 这不是你普通的 Homowner insurance 我听咱们那个Agent 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说他认识一对 Couple 就是说退休以后 就是专门经营两个 这个Airbnb房子 在Murl Beach这个海边的那种的 但是呢 就是说他们就是客人一走 他俩马上就得去打扫卫生 这种的 所以基本就拴住了 你不能出去说 想到哪去玩就去玩去了 就整天就在管理这个房子 这样呢 他们倒是能够维持一定的盈利 他们好像一年挣十几万的 第一是首先你要亲力亲为 如果你找别人肯定不行 而且找别人 有可能把你的rating给你砸掉 对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听说 就正对海面的那些大楼 你即使买新了那些房子 你要做Airbnb 实际上都得必须用 他的管理公司指定的 Murl Beach的话 几乎所有的居住区 你都不能做Airbnb 为什么呢 他都因为他HOA 他的那个Homeowner Association 就讲了 他就限制 你必须 你出租的话 必须是一个月以上 因为这是 这是为了保护 其他Homeowner的利益 再一个呢 即使是没有HOA的地方 比如说海边那些 比较旧的社区 是吧 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是去看那些房子去了 还有一个政府的 Zoning政策 如果你的Zoning 我们看了好几个房子 离着海就是一个block 对面就是旅馆 过了马路 就是宾馆 结果他就不能做短租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的Zoning 一过马路就不一样了 你一过马路 你这个Zoning是residential 是你是居住的 是吧 但是我们看那个样子 我们知道 大部分人都在偷偷的租 对 大部分人都在偷 因为那个位是在那 离着海那么近 但是呢 是不合法的 如果让人查出来 让人举报了 你就会很多麻烦 所以说你要 你要想去做短租 一定要找一个 特别称职的Agent 而且这个Agent 必须对Zoning 对这个短租 有相当的了解 然后你才能 你跟他去合作 找到确实能够 合法的短租的房子 而且这种房子 往往比同样的房子 贵1到20万 第四点 就是说一般来说 现在出租房 能有正的Cash Flow吗 出租房能 我们买的房子是有的 美国很多城市 包括在纽约 你在很烂的去 也可能能买到 能够有正现金的房子 因为很烂的去 那房价会很低 是吧 我说的是 如果你在好区里边 买的房子 你还有正现流 在美国已经 现在这种房价 现在这种利率 已经很难做到了 所谓现金流 就是说我放20%的当配 好吧 我贷款80% conventional loan 30年的贷款 这样算下来 所有的成本打进去 有没有现金流 如果你能达到 5%左右的利率 你是有正现金流的 如果你现在拿到 7% 8%的利率 那你得把各项费用 加起来好好算一下了 我想可能是 break even 基本上是打平的状态 但是我们拿的利率 比较好 那是因为建商 有这个帮助当时 但是我们也放了 40%当配 当然你是用 全现金来买房子 因为这个 Moto Beach的房子很便宜 全现金也是可行的 或者说是 你放更多的当配 在Moto Beach的买 好区买的房子 现金流肯定会被 美国大部分地区 都要高得多 你好美啊 这儿 你开吧 你开车 我们 Try to Surfside Beach Surfside Beach All right 第五个是 就是医疗体系怎么样 就像你说的 咱们就是说 咱们这个讨论 Moto Beach实际上 有可能资助 也可能投资 所以大家关心 比如这个问题 是医疗问题 下一个问题 是气候问题 医疗是这样 医疗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医疗设施 还是比较完善的 我们去看过两家医院 两家规模都不小 然后呢 也有很好的急救中心 是吧 因为Moto Beach 长期以来是一个养老地 尤其这两年 大批的退休的人 然后我们租房子的时候 我们也发现 很多新来的租客 实际上都是医生和护士 这就说明 这就说明医疗越来越大 这个产业在这一块 其实医疗的话 也是一个很含糊的一个概念 你说这地方医疗好不好 如果你只说是个general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的是specialty 是吧 专科的那种 能够治疑难杂症 疑难杂症 那肯定是比不上大城市 比如说像我们DC这边 有一个Hopkins 很多癌症什么的 那是就是全国 全世界很多都是顶尖的 是吧 那你可能那个地方是不行的 对 还有另外呢 就是说多数我们的观众 都应该是英语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也听说 有人就觉得 问到就是说 有没有华人医生 能够说这个中文的医生 不能说没有 肯定是不会多 对在我们以前的视频上有介绍 就是说中间的这块 Carolina Forest 这块我们买房子 这一大片区呢 这边出来过了马路 那边就有一个新的医院 还有一个Urgent Care 所以这个就是很方便 很近 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Carolina Forest 是比较成熟的好的社区 气候 气候你怎么感觉呢 气候 气候这个地方 我给他打九分 这是人类的一个共性 是吧 所有的豪宅 是吧 一般的就是在 都在水边 都在海边 是吧 其实 在东海岸 东海岸的选择不多 实际上摩托比赛 是一个很好的折中点 我们有一段是考虑过去 到佛罗里达买房子 但是佛罗里达一个问题 就是夏天太热 我们也有很多租客 是从佛罗里达搬过来的 就佛罗里达 有很多人不喜欢云 第一个是太热 第二个是比较潮湿 那摩托比赛呢 它热 但是它不潮湿 第二个呢 它气温也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沿海特别近了 它基本上 有的时候热 它也热不过纽约 那这个冬天呢 它又没有不下雪 佛罗里达的这个飓风 比较海 这个海啸 这些东西都会比较严重 但到我们这儿来呢 就做得非常多 今年 今年它这个最大的飓风 到我们这儿只有半天 下了半天就结束了 给大家听一点数据 美国受自然灾害 最严重的几个州 第一个是佛罗里达 第二个是德克萨斯 然后就是路易斯安娜 北卡 然后第五名是南卡 从概率上来讲 南卡受飓风影响的概率 只有佛罗里达的四分之一 其实在美国东海岸 有四季 冬天不冷 夏天不是那么热 有一个很好的过渡 春秋天的地方 其实就那么几个城市 那Savanna和Challsen 它实际上是在河口 它不是在海边 对我来讲 我比较喜欢看数据 我前一阵 前面很多视频 我都是用一个网站 叫compareweather.com 你可以比较气候 降雨 日照 什么很多的因素 这是几十年的资料 所以我觉得那个比你听谁说那气候 怎么怎么样 更准确 所以我做了个比较 上面放一张图 就是说我比较一下 与我们DC这儿和Motor Beach 再加上 Orlando Florida 三地方相比 我就感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 夏天的时候 基本上 Orlando 就是更热一点 但Motor Beach 其实跟我们这儿 差不太多 尤其就七八月份 最热的时候 然后冬天最冷的时候 一月二月份的时候 Motor Beach会比我们高出十个华氏度 然后呢 Florida当时又高出十华氏度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很好的一个折中的地方 我们二月份去过一次Motor Beach 我们还在海滩上散步 是吧 二月份的时候 对 就是觉得也没有那么冷 没有那么冷 稍微凉一点 稍微凉一点 海 它有 它很强的保温作用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六个问题的 那个基本上回答 再重复一遍 就是说 你所有投资 什么时间投什么资 当然都是靠你自己了 所以自己要多做点功课 避免后悔吧 很多人投资房子 就是想狠狠地赚一手 其实这是 挺危险的 不现实的 它这两年 我知道这两年 有些地方大涨了很多 但是呢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美国实际上都是慢慢地涨 实际上房子本身 并不是一样 你赚钱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房子实际上是对抗 通货膨胀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实际上在后工业时代 这个房子就是取代了黄金 成为一种保值的工具了 各国的央行都在疯狂地在印钞 是吧 在这种时代呢 你要用黄金来保值 黄金它本身没有实用价值 它房子既有这个投资价值 又有实用价值 所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更好的保值工具 就像黄金一样 所以说你也不能指望房价 在短期内能够大跳大蹦 淡定 另外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国际上 不管是股票也好 还有房产也好 实际上最大的机会 不是在美国 上升期的发展中国家 是给你最大的机会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考虑其他的 想办法找到下一个风口 是吧 那些猪都能飞起来 那些猪都能飞起来